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这是莫多人咖啡研究所 今天收到的是小红酥毫无体验站 寄来的毫无体验的产品 这个是Sysol的玫瑰味的冷脆液 生前的时候我以为会收到两个口味 实际上只有一个 只有这个玫瑰风味的 所以本期的视频可能会有点短 一期只喝一款咖啡还真的有点不习惯 最近有在做一期非常完善的咖啡冻干粉的测评 里面也有Sysol的两款 它这款的盒子上并没有标注建议的用量 里面也没有卡片 没有蚊子也没有图示 在它的官方淘宝店上呢 是有说建议加到120毫升的牛奶或者 汤泥水 然后我们这里就测常规的美式和拿铁 这个冷脆液做的冰咖啡 它在这个浓度下还是蛮甘甜的 然后它并不苦 浓度失踪 有一点那种玫瑰花酱的香气 是那种比较天然的玫瑰的味道 而且它是临添加的 也就是没有糖 所以喝上去还是蛮清爽的 让我回到那种云南鲜花饼的味道 这个味道也还行吧 就是怎么说呢 它比较的清爽 在牛奶咖啡里面 它玫瑰的香气就没有那么的足了 因为加了牛奶嘛 其实有一定的综合作用 算是比较干净清爽的冰拿铁的感觉 然后在加冰水的时候 它那种冷脆液的轻微的发酵风味 是能够感受到 在牛奶里面呢就比较少一点了 客观评价这两只咖啡的味道的话 虽然它在冷脆液里面加了玫瑰花瓣 去添加它的风味 但是整体的玫瑰的风味表现的还是蛮自然的 然后它们的风味表现其实是高出我的预期的 刚才说我最近在做一些比较大的冬干粉的测评 这里面测了有80多只冬干 在测评的80多个冬干里面呢 也有一部分是有额外的添加的 比如说酵糖真果 再比如说有类似的乌龙玫瑰等等 但是有部分的添加风味的冬干粉 是喝上去会有很明显的香精味 就特别的浓郁 是那种饰品添加的味道 但这两只并不是 这两个去加水还是加牛奶的话 我觉得加水的味道会更深一愁 更加的清爽自然一些 有冷脆咖啡的风味 有玫瑰的香气 还行啦 我觉得这还不错 只不过它的单价稍微贵了一点点 我查了一下淘宝 它这个10条的价格是148 应该是没有活动的价格 那这样自己在家喝这样一杯的成本 就已经要15块钱了 总的来说这只咖啡的味道是OK的 个人觉得价格稍微贵了一点点 不过值得尝试 好了 今天简短的测评到此结束 想了解更多的咖啡测评内容 请继续关注我 拜拜